土托鱼羹是一道台湾的传统美食,主要是用新鲜的土托鱼肉制成了鱼浆,加上豆腐、香菇、高丽菜等配料,再用它白粉勾芡,煮成浓稠的汤品。 土托鱼羹的特色是鱼肉细嫩弹芽,汤汁香浓滑顺,吃起来非常有饱足感。 土托鱼羹可以单独作为一道菜,也可以搭配米饭或面调吃,都很美味。 土托鱼羹的做法并不复杂,只要准备好新鲜的土托鱼和其他食材,就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。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土托鱼羹的做法。 一,将土托鱼去皮去刺,切成小块,放入搅拌机中打成泥状,加入适量的水,太白粉,蛋白,盐,胡椒粉等调味料,搅拌均匀,制成鱼浆。 二,将豆腐切成小块,香菇切丝,高丽菜切片,备用。 三,在一个大汤锅中加入水和鸡精粉,煮开后,用汤匙将鱼浆挖成小团,放入汤中煮熟。 四,加入豆腐,香菇,高丽菜等配料,煮至软熟。 五,用太白粉和水调成水浆,慢慢倒入汤中,边到边搅拌,使汤汁变得浓稠。 六,最后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,香油和香菜等调味料,即可出国享用。 三,一,在一,在三,在二,在一,在一切比特别的白胡椒粉。 五,一,在一 habían过的梁炭度,霸佛黄。 四,步在三十八,三,四,步在三,三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